好,有人努力靠自己赚钱 但这个人却是大啦啦 换花公堂吗 替代艺南报到的时候都知道 这授讯中心不是会发给你所谓的百宝盒 里面装什么呢 有小册子啦,夹链袋啦等等生活用品 好,问题来了 现在艺南呢 就收到这个百宝盒 投诉说怎么会变成这一副模样 仔细看看 所有的物品统统都印上 义政署长郭清泉送这样的字样 真的是他送的吗 原来啊,搞了半天是公堂来支付 质疑根本是浪费钱 夹链袋,小册子,还有万用塑胶盒 号称是替代艺南百宝盒的生活用品箱 艺南们可是人手一套 不过却有替代艺南投诉 百宝盒根本就是马屁盒 因为所有的物品上头 统统印了义政署署长郭清泉的赠送字样 难不成利用公坛公物 大打个人广告吗 有点太拍马屁的样子 这个文化不就这样吗 对啊,很长啊 应该还好啦 也见怪不怪啊 花工堂拍马屁还真是让人吃惊 因为就连执行官的背带上头 也印上了郭清泉赠送 伊南们私底下讽刺的说 郭清泉可能要选总统或是立委吧 如果人家看到会这样想 当然想说 你就自己在打算团嘛 但是因为署长他也许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承办大会要去思考一下 引发争议 义政署署长紧急到成功里视察灭火 强调2004年开始就是这样做 只是花了公堂 搞个人文宣 长达八年时间 长官们直到爆料 才知道状况 还推说不知情 实在是很离谱 郭内卫 最后报道